各位凡真诚疗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受到小编的特别邀请 想来跟大家谈谈一些二次熔乳的一些新的选择 我当然相信每宴手术都有它的限制性 一开始做家体熔乳的时候 原则上应该在第一次的时候都详细考量过 也有做出最好的选择 也找出到你最好的医生 随着体质的变化或是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因为本身甲体它就容易产生甲膜 甲膜是必然的 因为它是外来物 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一个薄膜的包覆它 来保护我们的组织 那其实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的病人 基本上这个薄膜都很薄 做完甲体也蛮自然的 也会达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或者是你作息 或者是你体质的改变 它慢慢的增广 有或者是你的体质上可能比较容易产生过多的免疫反应或是甲膜 那那时候怎么办 当你第一次做完甲体熔乳之后 我第二次我想要选择自体脂肪的熔乳的可行性 那其实自体脂肪来讲 目前在世界上已经 变形了多年 那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我放完甲体 那这个自体脂肪 我要怎么打进去呢 或是我该怎么做 我能做吗 在做之前呢 还是以病人的健康为最重要 所以你一定会去先做一个胸部的完整的检查 最基本就是胸部超音波 当一些健康无余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进到我们的作战策略 第一当然就是选择 你该从哪里抽取脂肪 可能身形的改变也让你有足够的脂肪 但这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那当然一开始 我们先选择你想要雕塑身心的部位 抽取足够的脂肪 然后最好我们能够知道原始 你甲体放的大小 那当然在我们诊所里面 有一些3D的一些影像的测定 可以把你先预估 现在胸部的大小跟你的对称性 当甲体还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并不把它拿出来 我们会从乳晕的两侧 在我们的这个胸部先画出四个向线 在每个向线注射 我应该要注射的脂肪 我们会在胸下圆 开个大概2公分到2.5公分 把我们先前的甲体取出 清除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个空腔 那我们其实基本上 我们在注射的时候 我们就会从这个洞注射 注射得比较深层 甚至在肌肉下面 去达到一个完整丰满的酸 所以原则上呢 在自己脂肪取代了甲体之后 你可能就比较没有 甲膜乱缩的烦 那其实一次性就应该可以达到 你原始的甲体的80%到90%的丰满度 摸起来也蛮柔软 也能够蛮自然 任何手术在一开始我就讲 有它的限制性 也有它的风险 它自己脂肪的风险可能就是两个 一个是感染 另外是改化 那当然你就是去选择 你现在的医疗场所 跟有经验的医生 把这些风险降到最低 毕竟我们还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 并不是在追求美麦的同时 把你的健康完全副略掉 我们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乳房的一个形态 也可以在你其他的身材上做一个 精心一个很好的交错 让你能够更有知心 更美好的 去面对你未来的人生 会不会太长了 不会现在大概7分钟 OK啊 你可以剪 对